大家好 批评书 吐鸿中国的泪斗 我们这些个韭菜 我们这些个屌丝 我们这些个批鸣 其实是看不懂的 我们都是一通下扯 所以我说 作为一档中国的时政的节目 你辱包 你辱共 你就是造谣传谣 你千万不要太正经 因为你不知道 是不是 共产党不可能让你知道 但是你通过不封若隐 通过一通的扯铅片 说不定能够扯出个七八九不理石 所以在中国有一句话 就是所谓的谣言 就是提前的预言 为什么呀 因为人一信相通 它就那么点事 是吧 你按照常识去分析它 你总归能够这个 瞎子就抓了抓死老鼠 总归有时候中一招 你说是不是 就是共产党的内斗 我们是看不懂的 我听北京的一些哥们 今天给我写了个邮件 他就讲 他说这个红二代 现在就是搞着搞着搞着 突然就有点明白了 你知道吗 就是包子这个人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所以他们说 红二代最近活动频繁 密会 秘密开会研究对策 怎么样自保 怎么样想办法把细胞子这头蠢猪给收拾下去 否则的话大家都完蛋了 为什么呀 明白什么呀 他们明白一件事情 说开会研究 一致同意或者一致任何一个对局势的一个判断 就是细胞子这十年呢 他什么也没干 你不要以为他是什么 忘初心的 红色江山万联场 要夯持共产党的执政的基础 不要搞着搞着共产党 这个 以党独裁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存在了 这都是一些个面上的功夫 他说你也不要觉得细胞子这个人 怎么热爱毛泽东 所以有很多人说 说细胞子毛泽东撕身子 是毛泽东给干出来的 是不是 根本不是习中勋的 他说这都是一厢钱 都是面上的 细胞子的的确确 他不敢反毛泽东 那很正常嘛 是不是 邓耀平这么牛逼的人 他也不敢反毛泽东 因为你反毛泽东 你的共产党 你就失去合法性了 你失去道统了 你反毛泽东干嘛 只要共产党不垮 共产党是不可能反毛泽东的 但是其他人可以反 反谁呢 窝里斗 是不是 说这个细胞子这10年来 其实什么事也没干 他就干一件事情 就是过去 他所有的欺负过他的 欺负过他们习中勋家族的 就是欺负过习家的人 一个都一个不留 全都要报复了 是吧 所以这10年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庞大的 一个细思极恐的 一个周密的 一个系列的 一个复仇的计划 一个一个的推动 哎 他们分析的 我觉得说的有特别道理 把这个事想明白以后吧 我觉得对同中国的局面来 你会豁然开朗 真的 你会哇 突然是有道理 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么一回事 比如说 西包子上来干的第一件事情 还没上来干的 干的第一件事情是谁啊 就是薄熙来 是不是 我们之前说过薄熙来进秦城监狱 薄熙来判无期 如果没有这个接班人习中习近平拍板 或者是没有习近平同意 谁也动不了他 江泽民也动不了他 江泽民不会动薄熙来 胡锦涛温家宝也动不了他 知道吧 那必须要习近平要配合 因为那个关口大家都记得 刚好是赶上了胡锦涛温家宝要交权 交给这个习近平和李克强 你说是不是 如果习近平他不想整薄熙来 薄熙来啥事没有 关键是习近平想整薄熙来 那有人就说那当然要整他了 说薄熙来这个什么什么 想自己认为自己是国家主席吗 是总书记吗 说看不上西包子 有没有这个意思 有 但是不是主要的 因为据他们说的 说薄熙来并没有想着一步登天 也要搞到这个总书记的位置 薄熙来最多也有想接周永康的班 做一个政法委的书记 知道吧 完了以后常委就这么一个级别 他并没有说成为总书记 或者成为总理 没有的事 所以说习近平如果网开一面 如果是放他一马 薄熙来是没事的 但是偏偏习包子 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一门心思 就开始展开他系列的复仇计划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习家最近的一场灾难 靠的就时间上 与俊丽现在最近的一场灾难 就是这个薄一波 就是胡耀邦 胡耀邦被打倒了 然后跳起来 骂胡耀邦的 跳起来 要把胡耀邦整死的 就是薄一波 薄熙来的爹 是吧 当时唯一一个帮胡云 他说帮胡耀邦说话的 就是徐仲勋 大家都知道这个段子 而且是真家伙 结果那就搞的是 邓小平也不高兴 陈云也不高兴 薄一波就是一条脑狗 就顺势就越窜越高 最后就 习仲勋一家 也是在文革也吃过苦的 没办法 最后邓小平也觉得 再把习仲勋一家 又送到监狱里去 不打妥 最后就干脆离开北京 大家都是跟今天的李甜甜 有点像 就是习仲勋是个神经病 是个精神病 习仲勋一家 都是一群宠祸 一群精神病 所以你年纪大了 你赶紧就完了 你在广东搞了这么多年 你赶紧去深圳过日子算了 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允许 没有习近平的允许 没有中央政治局的允许 你们一家人不要来北京 他说是这么一个路子 所以等于是整个习仲勋家 都在薄一波的 薄一波的上蹿下跳之下 在习邓小平和陈云 他们这伙人的 安排之下 或者就是把他贬到深圳去了 从此远离了政治中心 是吧 所以这是最大的仇 而且是距离最近最大的一个仇 所以习邦子上来先干了 薄熙来把薄熙来给干到了 这是薄熙来的家族的事 那接下来干谁 那干邓小平 邓小平的家族 据说当时要抓邓小平的人 所以为什么习邦子感觉 给人的感觉说我要反邓小平 那我不要走邓小平路线呢 是不是 上来就说 我要前30年不能否定后30年 后30年不能否定前30年 这都是奔着邓小平的 所谓的改开的路线去的 是不是 为什么呀 那当然邓小平 他妈的跟陈云在一起 把整个习家赶走的呀 所以对直接就形成了 邓家与习家的仇恨 完了以后习包子呢 就是狠狠的收拾了一下 这个邓小平的家族 尤其是这个邓朴方 日子很不好过 是吧 有一段时间 传说邓朴方都已经自杀身亡了 都没戏 是吧 把这个邓小平搞完了以后呢 接着就搞谁呀 你看到没 你看得到的 接着就搞这个刘少奇 刘少奇的儿子刘元 为什么呀 因为刘少奇的儿子 刘元的话 按照正常情况 他像这种身份的话 当一个政治局委员 甚至当一个常委 也是没问题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为什么提前让他滚粗了 因为刘少奇当年 这个习仲勋啊 在陕西的时候 利用小说反党 大家记得吧 哎 那是很大的一个案件 毛泽东搞的时候 当时一手操办这个事情呢 就是刘少奇啊 就是就是邓小平 刘少奇他们搞的 你不要以为他们一会儿 好像大家都跟毛泽东过不去 怎么可能 大家都舔毛泽东 毛泽东 谁舔得上 谁才是牛逼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刘少奇 刘少奇家族直接导 周恩来刘少奇 他们都是直接导致 这个薄一薄一家人 不是 导致这个西中心一家人 甚不如死 导致西洋子从小就说牛浪汉 就是一个问题少年 就是一个什么经常在看守所幸运出书的一个垃圾小青梁 所以导致他十几岁 十六岁不到就把他赶到乡下种田 你想想吧 你你你人心都是肉长的 如果你是习近平 你想想你还没懂事呢 是不是 你一个小孩呢 你应该再让他在城里先读读书 是不是 往来再过去 你好歹也是个无产纪革命家的后代 是不是 直接把他赶到陕西去 而且直接是 他不是说先 把他安排到陕西去下乡 而是因为北京出事了 他要坐牢 所以就赶紧就提前把他送走了 是这么一个套路 知道吧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 习仲勋被刘少奇 被奈小平 他们给整了所以带来的 老爹不行了呗 所以为什么他要整这个也不让牛员上来 这个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啊 那接下来你就看到了嘛 那就是现在传的最广的刘亚洲是吧 说你跟刘亚洲这个人早就一退休了是不是 完了以后他的级别也不高 他连一个这个中央军委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什么这个这个不那个不我都没进去 他就是在好像是个国防科技大学 一个政委什么的 他虽然是个上将 但是没有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一个职务 知道吧 所以你而且都已经退休了 你弄他干嘛 是啊 为什么最近传出说说要要收拾牛亚洲啊 那是因为这个习仲勋呢 习家族习家习近平家族和这个 李先链的家族也不对付 当时这个博一波他们闹的时候啊 把这个习仲勋一家赶到深圳去 李先链也是功不可没啊 所以李先链的家族一致和这个叫谁和这个习仲勋的家族也是不对付 基本上你就靠了齐了啊 所有的当时的所有的共产党的第一代的元老 那些个土匪啊 都不喜欢习仲勋 因为习仲勋这个人呢 还是有点这个良知的啊 然后呢帮胡耀王说话吧 帮赵紫阳说话 尤其帮胡耀王说话 所以那些那么那么老头都不喜欢他 那李先链也肯定是 是不是 李先链跟尼奥平他们是一伙的 陈奕运他们是一伙的 是吧 你习仲勋也够不上他们的级别嘛 习仲勋最多也有个副总理嘛 是不是你连 连常委都没有进过 你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那你这个东西啊 他很有意思 所以他现在搞牛耀州有没有这回事 有 但是习仲勋动不了啊 习近平动不了 他因为没有必要 他也造过风声 吓唬吓唬他 你想想吧 你牛耀州没有权力了 都退休了 你弄他干嘛 是呢 他歇口气 出口气 完了以后这个什么 报复啊 所以这一溜的东西啊 其实你自己想想 他都是为了报复 反过来你看啊 其实 其实这个习近平 他对所谓的这个草根派啊 他并没有动 大家都觉得习近平 要把江泽民的儿子抓起来 怎么可能 没抓吧 啥事儿没有 大家都说 习近平要把温家宝儿子 或者甚至把温家宝都抓起来 啥事儿没有 是不是 那个根本就没有任何事儿啊 照样的吃香的喝辣的 反而是这些个红二代 这一个一个的都是搞的乌洋乌洋的 牛耳不行了吧 年纪没到退休了吧 刘亚洲也是不行了吗 年纪没到也退休了吗 刘亚洲比这个习近平才才才什么 才才大一岁呢 习近平53年 刘亚洲52年的完全可以干 是吧 干到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把他搞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 他又有才华 他都是过去的宿愿 宿愁 宿仇 你知道吧 哎呦 这就是习包子这个人呢 他的性格跟毛泽东是一模一样 他唯一不敢反的就是毛泽东 不敢整的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 首先家里没什么人 知道吧 毛泽东目前他家里最大的就是后来 来了一个上门女婿 陈东升 那啥都不是 外孙女婿 其他的都是没有任何权利 他也 还不如借毛泽东一张纳柔皮 给自己装装胆 是不是 其他的他都整 我跟你说邓一小平 陈云 陈云家里也是 陈云 陈云 他们说这个胡锦涛 胡锦涛快下了 试下吧 陈云放到一个下面的 做一个省委书记 让他干一段时间 然后上来做一个政治局委员的 因为他毕竟是陈云的儿子 知道吧 也是习近平不同意 最后就迅速就把他打发掉了 让他去滚到这个什么 政协做一个副主席 啥都没有 基本上就完蛋了 陈云一也是当年参与了 这个把习中心 习家赶到深圳去的 这么一个计划的 其中的凶手之一 所以习包子这些年 他其实没你想象的 那么的至从高远 没你想象的说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没有的事 就是一个小头机场的 这么一个人 他要复仇 十年恩仇录 要把这帮孙子 一个一个的整倒 他们说接下来 还有好多人 反正是过去欺负过他们家的 真的 习近平家族 或者习中心家族 真的是 一直是被共产党欺负的 有一句说一句 这就是 风山不转水转 转到习近平上来 成了总书记的 把这帮孙子整得个要死 所以最近你看到吗 说这个不断的有人在拍照片 不断的有人在搞 说这个西农勋的墓园 西农勋的墓园 他说有一半的香港那么大 大的个吓死人 花了好多好多钱 你说西农勋 他不过就是他儿子做了总书去了 你再做总书 你也没至于把自己的一个副总理的爹 跟墓园搞那么大 西农勋的墓园 邓耀平就没有墓园 是不是 直接就是一把灰就撒在海底了 胡耀邦的一个就是小的不行的是吧 赵紫阳也没有 是不是完了以后 这些什么其他的都没有 你没说李鹏搞很大一个墓园 西农勋 你那麽的就是一个小小的副总理 你至于搞那么大吧 都是红味的在反击 所以他们现在真的是活明白了 开会的研究 如果这麽搞下去 还有一年多时间 西包子这个复仇指不定 就真的让我们每个人都日子不好过 知道吧 就是说当年欺负过习家的人 一个也跑不掉 所以吓了个打托 我说必须要想办法把西包子给弄死了 或者把它给弄走了 弄死可能性不大 但是想把西包子赶走 大家一起再继续当官发贷 死老婆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这个分析很有道理 让我真的豁然开朗 西包子这个人没你想象的那麽多想法 他个蠢猪 他哪有那麽多想法 他就是憋了一口气 老子被你们欺负了这麽多年 现在终于弄到老子说话了 我不弄死你 我弄不死你 我还不能恶心死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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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